好,歡迎來到宇宙的光做自己的光 這一集我們來講 冥想中 為什麼會看到顏色這件事 很多人就會在做冥想 這件事情當中 可能會有很多的 變化 個人從生理、心理 包括 你處事態度等等 都會有做一些變化 然後有些人在冥想中 也有可能走火入魔 然後有些人在冥想中 卻一直在進步 而且可能經由 某個程度上的開悟 那個開悟有很多種開法 有些人 開了悟以後卻沒有去做事情 我講的就是這樣 悟到但你沒有做到 就這件事情是很多人其實不清楚的 建議這些有去做過 可能 去上過某些課程 或是去做些所謂這種 開悟型的 心靈課程的話 正確的 執行方式是 你開悟了 你會接到任務 好懂了吧 你 既然已經開悟了 那你就會接到任務 那這任務是誰給你的 心裡有數 但不是人 不是我給你的 就是 你會有你的指導靈 會給你 任務 你一定 你一旦開悟了 你一定會接到你的指導 你的指導靈就會給你 這個人 你這一生 你自己這一生 要去完成的任務 對 也許是幫助別人 也許是為這個社會 服務 也許是 好好生活 對 這個講多了 就告訴大家 最終回 的部分就是 開悟 就是要去 做到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 冥想中 你會看到的 顏色 光彩 它是一種 什麼樣的代表 它又有什麼意義的存在 好不好 那通常很多人會用 這些顏色 會把它當作是一種能量 然後或者是跟 可能是 脈輪有關係 然後脈輪又牽扯 可能跟你的 器官 什麼 反正就一大堆 首先第一個點 叫 能量的感知 在冥想中 很多人就是 會想說 那些光 到底是 在幹嘛 我在前面 前面幾集 我有分享那個就是 用手機嘛 就按照你的手啊 然後就看自己的光嘛 對不對 其實呢 我們每個人 就是這樣 每個人身上都有光 都有一些 很獨特的光 然後這些光彩呢 有的是你 身體反映出來的 但有的是你自帶的 就是 你本身 你來到這個世界 你 你會有一個 你自己的 那個光 那就在 大概就這樣 大概你的 十公分到 十五公分吧 大概這樣子 那有的可能 你用機器 可能有些測量 是 磁場 但 我看到的話就是 我覺得那就是 你個人的光 你個人的光 是 離你比較近的 這個 這個環節 然後 你會有一層一層 的光 才會不一樣 那有的 有的很妙喔 然後 自己的光 可能是 比如說可能是金色的 可是你外 你的外圍籠罩的 是一個 比如說 深 深黑色 或深灰色的 這樣 對 那表示 你正在接受 人量 對 很常可以看到 每個人的光 但我可以 我可以靜下心來之後 然後 慢慢去體會 我可以慢慢看到 那個人的光 但有的時候是 很快就直接可以看到 這個能量的 這種能量的體現 是可以 是有的喔 對 所以 每個人都有 所以 不用大盡小怪了 你看得到就看得到 看不到就看不到 對 就這樣 這種能量的表現 他這個光啊 他是 他基本上是在流動 他不可能是 就是這樣 他一定是 這樣 就是在你身上 這樣 在流動 這樣可能跟你的 也有可能 他們為什麼說 跟器官也有關係 你可能器官是 很健康 很活躍的 那可能這個 這個氣場 就會蠻好的 第二個 那就是 脈輪活動 那脈輪的話 有幾輪 到底有幾個脈輪 有人講 九個脈輪 那有人講七個脈輪 有人講十三個脈輪 原則上從海底輪到 頂輪 大概就七個嘛 海底輪上來這邊 有一個 富輪 富輪上來 一邊邊中心點 這裡有個太陽輪 這邊就有三個 然後再到新輪 這一段就是四輪 然後才到後輪 就五輪 然後 美新輪六輪 然後再到 頂輪 大家都說頂輪到底在哪裡 頂輪是在 約莫 約莫是在你的頭頂上的 大概一吋之間 就這樣 一個手掌 大概就是15公分吧 從脈輪裡頭 他有一些脈輪上面的 對應的顏色 紅色 然後 黃色 橙色 綠色 綠色 藍色 然後青色 然後紫色 好那 這是脈輪活動的部分 我們 就解釋到這邊 另外 第三種叫做 一個狀態 那我們把這個狀態 簡稱叫 心靈的狀態 冥想的時候啊 你到一個 深層的 冥想的時候 你的心靈狀態 會保持著 很平靜 然後 也很平和 對 然後 你會 表現 這樣的心靈狀態呢 你也會出現一種顏色 那 有些人就會 像我現在喔 我就很容易 進來的 我進到冥想那個狀態 我很容易就看到一個顏色 對 會有個代表色會先出來 會有個代表色 那我的 我很容易看到的那個代表色 現在是 應該 一開始的時候是 整個都是綠色 有時候是黃色 那綠色居多 但我現在的話 基本上是 綠色包紫色 就是綠色 綠色在外圍 讓它這麼厚 看起來這麼厚 這樣包著 然後紫色的 光在裡面 然後就這樣 這樣散出來 對 這是我自己 我本人這樣 這是我現在的 心靈狀態 對 但每個人的心靈狀態不一樣 對 有些人心靈狀態 可能看到是粉紅色的 可能看到是金色的 然後有可能看到是白色的 等等 不太一樣 然後第四種 來講第四種 第一種應該是說 它是一種叫做 視覺技巧 其實你再還沒進入 你會以為 這是錯覺 我講的技巧是 你的大腦會欺騙你 所以 它會出現顏色給你看 因為是你想像的 你想像你大腦接收到 你大腦就 複製了那個 那個顏色 然後就 灌進來給你看 對 然後 你會以為那個顏色就是 你想的顏色 OK 那其實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 其實 有辦法判斷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個判斷方法 非常簡單 就是 它出來的時候 如果它不像雲彩的樣貌 你看到那個雲啊 是不是 是不是像會飄動啊 然後還有 你看那種 光彩的時候是不是會這樣 散開這樣子 對 你看 如果是你的腦袋給你的 顏色 它不會散開 它只會這樣 呵呵 就是一直保持一樣的大小 然後這樣過來 那就是腦袋的片 那 當然也有可能就是 一開始你出現的是這樣 可是它到了一個 一個距離的時候 它會開始 它就會 慢慢的不見 或消失 散掉 可是 你的大腦要欺騙你給你的顏色 它是不會不見的 它會 這樣子 然後出現 然後 定在那裡 慢慢看 對 很好分辨 為什麼會 因為 因為我也成被這樣偏僱 對 但你只要 對就是 你放下那個 執念之後 其實很快就會進入真正的 連結 對 我們要講第五個 第五個就是一個神秘的力量給你的 這個是我覺得 就是 我個人的體悟 在於顏色分辨上 我比較 認為這是比較 熟悉 真實性的 也就是說 這些顏色的 這些顏色出現 其實是一個更高 的 靈體 或是 在不同維度的 修行者 它 是這樣的光彩 來找你的 我就會知道說當初跟我連結的 那個高我 它可能是綠 綠色的光芒 它是透過綠色的光芒來找我的 那也有可能 也有碰到 透過黃色的光芒 那我看過非常多顏色 我從紅色 粉紅色 黃色 綠色 藍色 紫色 通通都有 通通都有 所以 有很多這種 這種 顏色的光芒來找我 這樣 然後我的光芒 光芒都是這樣 都會這樣散出去 就是一個雲彩 那後來我就很清楚知道說這個部分就是 另外一個維度的 你或者是另外維度在修行的人 他正在 透過意識 想要對你做傳達 但你可能沒辦法接受 因為 你還沒有辦法 透過 溝通的方式 就是意識溝通的方式 做 做意念傳達 對 但是他已經在灌意念給你 因為他是用 他的方式灌給你 所以你才看到 因為他是經過已經進來到你的腦袋 他用視覺 產生讓你看到的 對 那 我後來我才知道 他那個 那個樣貌 就是他那個樣式的顯化 已經是在接收了 2019年我開始做冥箱的時候 原來我那個時候就是都在接收 其實我那時候並不知道 我看了一本書 就是 那個叫 超越生命之花 然後開始訓練跟高我的連結 然後這個訓練從45天連到180天 也就是我從一個半月的練習到 半年的練習 然後開始跟高我的練習 然後 從高我的練習之後 你就會開始競爭 你就會去跟到 另外一個維度的 的指導 也就是他會來 來給你很多的一些 工作上或食物上的參考價值 這就是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做這個冥箱 看到光彩 的這個分享 那 很多人會講說 一定要一定會看到光嗎 那我 這麼說好 冥想 你看到光彩 這件事情是一個 是一個必經之路 就是 你沒辦法 越 就跳過這件事情 他一定會在 因為 那個高維度的 高維度的修行者 他們是透過光跟你接觸 就這麼簡單 對 也是 不見得今天一定要去做善事 我所謂善事說 一定要去做一些 恩 恩 好像大家都在召集的這個 這種善事什麼的 對 並不是 其實人生有很多體悟 就像 就像 有些人都也會誤會說 我是不是一定要去 廟裡面修行 或是我一定要 吃災念佛 或我一定要歸一 歸一什麼之類 對反正就是 一定要信宗教 或是一定要做什麼 我才算是 自我的修行 那 我在這邊講就是 他都是一條路 很多人呢 他 開悟了之後呢 他其實是 要去接任務的 但他們都沒有接任務 他們都只是在問對跟錯 好跟不好 對 那 就王輩你開 你開啟了 這個 悟性 對 你既然開啟了 你就必須去接任務 一定有任務會到你身上 那你就 去把這個任務去完成 那你就像 你身邊 會只有一個指導靈嗎 當然不是 你當 當你的悟性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身邊會有很多的指導靈 這些指導靈 他不是指導 一件事 是每一個指導靈來 他都有他的任務 就他有他帶來的任務 然後是我要完成的 比如說我 比如說我可能 目前我身邊可能就有 五六個指導靈 但他們就是 分別 對分別會給我一些指導 那 我就 碰到的事件 然後 這些事件是對的 是 比如說是A指導靈的 A指導靈就會給我 給我一些指示 不要讓這個路走歪了 接受這件事情 然後你不去做任何的反應 是可以 也可以 你也可以 不去做這個他的任務 然後 你只做宣傳 宣揚 也可以 OK的 對 只是你 沒有完成任務嘛 對吧 對啊 你就下次再回來啊 呵呵 到你願意面對這個任務為止 我想明白喔 如果 他是我的任務 那我就會去執行 對 那我會知道任務的所在 是往那個大方向去 調整 那我就會往那個大方向調整 去對待他 但如果他是不接受的 或者是 或者是他 可能有某個程度對我 可能是有 防備心 或者是 反抗或幹嘛的 那我基本上就會退 我就會退回來 那這個任務 我會緩著 因為他是任務 所以 對所以 就是 即使碰到困難我也是要緩著 對就是緩緩 緩個時間再做 這樣子 喜歡跟我們一樣 喜歡做自行修行的人呢 那就 多多支持喔 好不好 那我講的都是客觀性的 那 至於你覺得你有沒有做到 或是你覺得我說的哪裡不對 那當然 就是 這是我的立場 我自己的體悟 不見得是你的 所以我們必須這麼誠實的說是 所有的體悟都是我自己的感受 並非跟你一樣 對 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感受 那每個人不同的感受 他就是一種體驗 好嗎 那 Maybe 有有可能 這個世界上有可能 也有些人可能跟我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叫做同評公正效應 好嗎 那不同評公正 你也不用 還樂 那你也不用對我 對 就是 對就是 不好 不好的言語 對待 不需要 你自己修行你的 我修我的 好不好 那就這樣囉 那喜歡影片就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好 那就影片到這囉 拜拜 拜拜